没有任何阻碍 用手臂100将球杆送向进球点 那你想一下 眼中没有白球 出杆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到力量肯定没有阻碍 它就会有一种瞬间直达进球点的感觉 同时球杆出完后 需要绷住大臂和小臂 这样就会建立手臂对杆头最后停止位置的记忆力 随着击打的次数越来越多 你就会感觉不到中间整个出杆的过程 只有最后回杆的起始点 跟最终杆头的停止点 这个就好像两点一线 所以你后手的动作就会越来越直 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三点 结合我这个练球视频 大家反复观看 到球桌上练完以后再回来看 你会发现你对发力会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好了下课